现在我们进行3.13节 进行安装数据库之后的 创建数据库之后的一些操作 包括重新背译 Invalued Objects 还有 属于硅档模式 数据库属于 Enabling Flashback Database 再后来是更改TableSpace 空间就可选的 然后现在给大家演示 一步一步的实战操作 登进去重新变异 好 退出 退出来 现在进行第二步 是数据库属于硅档 现在关掉数据库 然后 然后 StarterMod 挂载控制文件 打开数据文件 跟稿外归档模式 打开数据库 然后 查看一下 现在进行3.13 打开FlashbackDatabase EnablingFlashbackDatabase 查看一下 是否处于归档模式 查看一下参数 ReelDBDecorifyTest 大小 这里是30G 保存的时间 那现在关掉数据库 Shut down Emitting Mod 然后打开Flashback 然后打开Flashback 验证一下Flashback 因为打开 然后重新关闭数据库 然后再打开 OK OK 3.13节 完毕 打开FlashbackDatabase